甜蜜食品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歡迎來到我們 ED秀的這一個頻道 我們今天 甜蜜食品 想要跟各位來探討的一個小主題 叫做 如何做出彩虹霜淇淋 或者就是所謂的 北海道的一個 六種顏色口感的霜淇淋 它集中在一支 所謂的霜淇淋杯上面的 彩虹霜淇淋 那這一種多口味的霜淇淋 集中在一個單一的霜淇淋杯上面 這個要怎麼製作呢 首先它有幾個關鍵性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說 受制於霜淇淋機台的一個產能 跟它口味的一個限制 所以說一般來講的話 一定要有所謂的三個機台 所謂的三種 三台霜淇淋的機台 因為每一台霜淇淋機 它是所謂的雙槽 所謂就是說廠商的改天 不怕其想 它有開發出單一個機身 但是有六個銅槽 等於是可以做出六種口味的霜淇淋機 我想它可能變化就會很大 可是這一個需求來講 也是要從市場的需求面 再往前推動 如果沒有的話呢 霜淇淋是一個很成熟 而且很受歡迎的一個影響 很多做霜淇淋機的廠商 它只有單槽或者是雙槽 那樣的選擇 所以說要做出六種口味以上的霜淇淋 其中在一支餅皮杯上面 所以說它必須要有三台的霜淇淋機 才可以幫它做出所謂的 機產或者是說彩虹的霜淇淋 所以說機器它已經決定限制了 這個所謂的我們設計的一個主題 所以說以這個部分來講 並不是一個每一個 銷售霜淇淋的一個客戶 它有辦法每次做出這麼多種口味 首先它除了機台之外 它還要決定就是說 我要有相對應的原草量 那我可以擺三台以上的霜淇淋機 才有辦法去做這個主題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因為要做這種六種口味的霜淇淋 那它每一天投入的霜淇淋 很強自稱是要六種口味 那六種口味代表是說 它的成本 還有是說它在清洗機台 或者是保養機台的時間 它也會耗得比較久 第三個原則就是說 要能夠找出最受歡迎的六種口味 那六種口味又必須要具備 除了口感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視覺 視覺上的一個顯色 也是特別的重要 那所以說 它有三個加成點 排列組合在一起 那形成就是說 這一個霜淇淋 它必須要具備一個要件 但是 是缺點的 但是也是所謂的優點 那缺點就是說 我的資本投入比較大 我只要買到剛才的霜淇淋機 然後我要準備六種以上 的原物量是要辦法製作 可是 它很容易形成一個所謂的 特殊的一個網網拍照 或者就是說 它整個一個視覺效果 都會跟一般市售的霜淇淋 產生很大的一個差異 那簡單這樣子講 那設置的點就很特別特別的一個 需要注意到 好 舉例 這個是從日本北海道那邊 做六種口味的霜淇淋 在同樣一次的霜淇淋杯上 那是從那邊緣起 欸 想不到台灣也有 那台灣也有 那代表一個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是所謂的 人潮流量比較多的一個地方 才有機會 對於這個西客 極客的一個效果 才會產生增加的效率 如果這是一般的街邊店 或者沒有特殊的品牌 力量去架構這個品牌的話 那我想 它不大適合 一定要有辦法擺到這三個機器 這三台霜淇淋機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一個 存放的一個位置 才有辦法同時去做製作 那除了我準備原料之外呢 那第三個就是一個重點 很重要 我如何做出這一個 任何口味的霜淇淋 那霜淇淋跟冰淇淋畢竟不同 它的出冰的溫度點 它畢竟是比較 是完全凝固狀的 所以說它熔冰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如果在擠雙淇淋的一個過程 容易受到外在的一個挑戰的影響 加速到它熔冰的一個速度 那出冰的一個時間能夠縮得越短 會用口味的霜淇淋 儘快拿到消費者的手上 讓它能夠去做品嘗 那我想就是說 它在製作上的時候 要特別去注意到一點 傳統的霜淇淋機 它沒有去做一個 出料部分的一個改良 出冰的時候本來就是用手去做擠壓 擠出的一個段落 控制我們要的一個量 可是我們看 日本的一個場所 它把它改成 出冰不要用手去壓 而是用腳去踩 腳去踩去控制它出冰的一個速度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六門口味出冰速度就很快 因為機器有改過 我只要腳踩 轉一圈 腳踩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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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速的 那三台雙淇淋機並盤在那邊 快速的 六門口味都完全寄出來了 所以說 欸 這個就是一個很小的細節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雙淇淋它兼顧到它的賣相 像機體的餅皮杯裡面 一定還要有夠的一個量 所以說它必須要控制 要不要控制 它兼顧到整個視覺上 的一個享受跟美感 那這個就是說 它一個蠻大的一個特色 所以說相對而言 它的售價呢 一定會比一般的雙淇淋更 稍微高一點點 那我想也是蠻值得 消費者去做一下品嘗 畢竟它是蠻特殊的 那最後的重點是什麼呢 因為畢竟前一時零 是在調雙淇淋的一個浴板粉 這個是我們蠻熱銷的一個品項 那像呼應到這個主題 還是要推薦一下 很重要的兼顧到口感 和視覺上的一個顯色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有把它稍微整理出來 你可以來看看 可以來看看 那當然 白色的 大家基本上就是以牛奶為基礎 或者牛奶 或者加一點香草風味的 香草風味的 這個是屬於牛奶的一個 白色的一個部分的顯色 那綠色呢 有人用海藻 大部分是用抹茶 天然的一個 茶的一個顏色 它這樣 配配起來是剛剛好的 如果黑呢 黑 那可能有黑芝麻 或者是竹炭 或者是所謂的 經典深黑的巧克力 這個都可以帶出所謂的一個黑 但是其中有一點 甜蜜的雙齊 因為如果是選擇 尊捲系列 或什麼超級系列 畢竟尊捲系列來講的話 它的奶的比例比較高 當甜蜜的配方 它接觸到口感的時候 只要煮原料 它去蓋過這個顏色 沒有辦法 煮鹼去蓋過的時候 有一些顏色會形成一個比較 顏色會稍微退下來一點 變成可能沒有那麼黑 因為是受到奶的一個影響 所以說這個顯色的部分 請各位自己去看讀一下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不是只是為了顏色好看 但是口感一定要兼具到 一定要兼具到 黃 最大的可能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鳳梨或者是說我們的芒果 而且是我們的芒果 就是清黃 那如果比較深的一點呢 太奶 太式奶茶 太式奶茶的顏色 有點接近咖啡色 或者是說有點黃色這種感覺 它是不同的一個顯色的一個色系 那水果系列呢 曼月美 曼月美的一個系列 有點粉紅的一個色系來講 畢竟它受到主要的一個成分的影響 那請各位呢 自己去做一下選擇 那當然你如果就是說 用我們已經配好的 當然是最棒的了 最棒的 最快速最方便 但是呢 我們知道很多客戶呢 他不選擇我們選一條好的 他會利用自己呢 所知道的一個素材 他們自己會 他們會選擇我們基底 選擇我們的基底盾呢 去搭一個基礎 自己再去調各種不同的風味 那我想包含 台灣很多盛產的這些水果跟蔬果 它可以變化出很多不同的一個特色 舉個例子像西瓜霜淇淋 像南瓜霜淇淋 哈密瓜霜淇淋 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一個 蔬果、瓜果之類的 那我想 你也可以去做這一個嘗試 去搭配出來 你所想要的 OK 好 那我們最後再總的再歸解一下 看看我們最後面的一個總整理 那你就可以知道 從設備 從我們準備的一個原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客戶 你一定要明確的能夠知道 它消瘦的一個地方 這個點也是要對 點要是錯的話 我們呢 用得到的一個原料的一個部分 那是跟田藝有相關 都有提供這方面的一個資源 只要選得到對的一個顏色跟風味 那就可以做出這個系列的一個評價 那我們來看看它整個一個做法 來 一個小小小小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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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點 布 拿出一個空上 一瓶 水 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